今天去了L.A.半天的客戶 帶我們遊覽了L.A.的景色、地方、出名的東西 介紹了 他說原來Los Angeles這個字不是英文 是西班牙文 是指The Angel 中文叫做天使之城 他也有說了很多其他東西 最令我深刻的是 雖然這個城市叫做The Angel 天使之城 但其實都是人來的 住在這裏的人都會犯罪 都是很多壞人 周圍的人都跟我說是很多壞人 接著他有些行程 有一個位置我沒有下車 只有我一個沒有下車 只有John的導遊跟我聊天 他不知道我說這些會不會被滅聲 但我都知道會說 他也有留意到香港最近的逃犯條例 引申出來香港的環境、情況 他都說希望不要再有些更加差的事情發生 但他說其實都知道很難 他知道香港人其實是要些什麼 他都說其實都是這樣 甚至在美國 然後我就很詫異 他說美國不是自由的嗎 他在說政府 對人民不好嗎 他說你覺得是嗎 你覺得政府對人民很好嗎 好的話 人民就不需要隨身攜打一枝槍 他們是要很堅持 一定要守著美國人 要拿槍這件事 他就解釋 因為他知道 一來身邊有很多壞人 二來他知道政府是不會對他們好 他說這是歷史不斷重演的事情 權力就會令人腐化 因為他就算你是怎樣投票 選了一個入政府做事都好 當時可能他很好 他也可能會做一些很好的事 但一有權力的分圖底下 就會腐化 他用英文叫做power colapse absolute power colapse absolutely 他跟我說其實到處都是這樣 不只是中國 不只是香港 他說 他又說到天安門事件 他說我還小時候 也是的 他出生了 他是個伯伯 我還未出生的當年 他又說回 原來他是一個很純正的美國人 我猜不到他的中國歷史更熟悉過我 可能他做導遊 要讀一下歷史 他跟我說 其實根本 中國沒有我們香港苦 他根本不知道應該要做些什麼去停止這件事 但是 就由他繼續 繼續 大家一起去抗爭 你不妥我 我不妥你 直到他們想到辦法為之 他說這件事 其實一直以來的歷史 告訴他 是用了第二個地方 用第二個模式 但是 因為 大原則 大方向 其實也是一樣 政府永遠都不會相信人民 人民也都不會相信政府 政府永遠都不會對人民好 因為他們 要的權力 可能是權力 但我覺得 都有關錢事 就會 去到每一個國家都是這樣 我非常之認同 那我就繼續自己想 很多香港人 會想移民 但是 根據這個理論 所有的政府都不會對人民好這個理論 你可以移民到哪裏 美國叫做最自由的國家 其實一點都不自由 我知道 都是會被滅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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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都不會去到哪裏 說到哭 所以 留在香港 不會說是一件太差的事情 反而留在香港的時候 要這樣哭 可以為香港做些甚麼 自由就越來越少了 我們能夠生存的空間都越來越小 被剝削就越來越多了 那麼我們可以做些甚麼 唉 大家 至於大家的能力都不同 是要 是要為將來付出 不是將來 現在要為將來付出 如果 如果 自己都不能夠自己保護自己 更加沒有保護身邊的人 或者 保護香港人 我也不想 一些不好的事情繼續發生 因為大家 因為大家 住在一個 香港小的 住在一個地方 為何要破壞它呢 我希望 我也希望 這件事可以快點平息 然後 爭取到 我們原本 應該要有的 也不是爭取多 不是 不是貪心 不是想要更加多 是保留原本有的 香港人加油 加油